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冰淇淋大测评 确实发现2020年开始商业不是很紧急 连冰淇淋都开始 吓死了 我收集到了很多很奇怪的新品 今天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第一个 东北大满土巴拉鸡 对自己的定位还是很明确的 你们看这个外盒上面的东北小碎花 就瞬间觉得这个冰淇淋有很大茶的味 上面的主题叫做 我很土 但是我很好吃 打开吃吃看啊 这里面有个小铁锹 它的主题是一个东北大铁窝 然后里面是冰淇淋 这应该都是可以吃的 还送了一个奥利奥的碎 很高级的 有点低Q的感觉 撒上去 哇 这个真的好像土啊 我来尝尝看 怎么样了 这个吃起来有点高级 哈哈哈哈 还吃起来很像在吃爆风雪的感觉 外面有餐奥利奥的渣渣是苦苦的 然后呢 里面的冰淇淋的部分是有点牛奶香的 搭在一起一点都不为和 我单独尝一下冰淇淋是什么味道 有点像香草冰淇淋 我感觉你可以把整个锅拎起来吃 对 刚好外面奥利奥的那个碎 可以把那个甜味稍微中和一点点 就是苦中代甜甜中代苦的感觉 虽然你是在吃土 但这个晚上要六七块钱呢 也不是贫穷哥儿们可以吃得起的 哈哈哈哈 这个我觉得可以尝一尝不采雷 可以给三颗星 女生在吃的时候一定要顺便带一个小镜子 为什么 要不然就很容易 露气 下一个 奥雪东北铁锅盾 这和那有什么区别啊 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充满了竞争 连铁锅都不会只有一根 这个铁锅最大的特点 它是咸口冰淇淋 它不是那种海盐的咸 它是肉松咸 哇 然后它还有个铁盖 把锅子打开 哇 这真的东北炖 这不一块皮跟刚刚的 让开子来转 东北大阪很像 两个冰淇淋 但是它的一个特点是 它的锅是黑色的 是一个大铁锅 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配料哦 底下是冰淇淋 上面有肉松 我们再加上一点点小小的海苔 目前看起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大配 因为我本人只要看到肉松的东西 真的就忍不住 让我看一下有点暗黑 肉味的冰淇淋 对我来说简直是黑暗尿 肉味冰淇淋 我们来尝一尝啊 怎么样 肉香吗 我的妈呀 我以为它只是肉松味 但是吃起来 里面还有那种香葱 哇 我认真地送花在里面 第一次在冰淇淋吃到这个鬼东西 你看还有胡萝卜 这个怎么说呢 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 就好像听到了 跟阿妈妈在一起 然后震惊 吃了之后 就觉得 可以接受 什么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它的这个味道呀 哦 不是第一个是吧 第一个是什么 我跟你在一起嘛 如果你要二选一的话 我不就要建议你试试这一款 好吃的这个我觉得跟上一个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力气程度的话 可以四可行 值得试一试的 我没说它好吃 大家听清楚 没说它好吃 但可以试一试 我不太怕 人家说农书推荐过 这个完全不好吃 下一个 臭豆腐冰淇淋 这是老长沙臭豆腐冰淇淋 上面说它的口味 其实是芝士豆乳口味冰淇淋 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鬼样子 这也太精彩了吧 天呐 它上面有辣椒粉 花生米 还有葱 怎么2020年是流行葱吗 出外面是一层巧克力的脆皮 我们来尝尝看 臭吧 不臭 但是你会吃到葱味 我来尝一下 上面的那些粉包是什么味道 不够辣 我现在吃起来 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会比辣的更重一些 里面冰淇淋的部分是豆乳口味道 整体吃起来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臭豆腐的感觉 让我很失望 还说你这些小佐料 吃起来有一点点微微的辣 但是更多的是一点点小火的酸味 这个我觉得 没有那么的好吃 一般满满热 给个两颗星吧 转个新鲜菜鱼 这个给三颗星吧 下一个格兰朵德式黑皮冰淇淋 我看看有没有酒精浓度 白酒 酒酿 黑皮 黑麦 百香果 姜 哦 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 是一个小喜酒瓶的感觉 闻起来有一点淡淡的酒香 我来先尝尝看它这个头 看看好不好 什么味道 哇 它头好软 它外面这个巧克力有一点点微酷 说实话里面酒香都不知道油 但是很淡 没有那种冲鼻的感觉 哦 它里面还有一层嘉兴 像那种酒心巧克力一样 冰淇淋的膏体非常非常的蓬松 有点像那个什么黑芝麻糊的那个粉的感觉 而且它里面你看这个是可以流汁的 我来试试看它里面的嘉兴 嘉兴酒味更重一点 有点那种黑糖 里面加了一点点酒的味道 是不是这就是黑皮的感觉 我也没喝过 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可以给四个鞋 格兰朵他们家还有个巧克力冰淇淋 看起来就普通了很多 不然人家好吃呢 哇 它中间也有一颗大大的奥利奥 哇 这块很好吃 它里面一整块感觉绝目是那种苦的巧克力 而且除了冰淇淋 你还能吃到里面一点点巧克力豆的感觉 就是那种口味一冲到底的浓郁的黑巧的味道 你得夹给我们奥利奥一起吃啊 奥利奥一起吃个装饰没什么用 如果你是那种苦味女孩的话 这款你会喜欢 但我觉得没有那么惊讶 这款可以给三颗心 下一个红宝来 酸甜苦辣冰淇淋 人生就是这样子 酸甜苦苦苦苦 然后辣一点 现在尝尝看这个酸 它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而且它是荧光绿 你猜它这个酸来源于什么 柠檬 为什么要喝白的部分就是酸啊 第一口气取证 我的天哪 什么酸啊 这个你们吃起来是那种很浓很浓的香精味 它会从舌头后面翻出来 你得吃一下绿的 它到底是什么酸啊 柠檬酸 但是是那种香精柠檬 这个真不好 你尝一口 这香精味很重 哇 对吧 辣嗓子 这不好吃 我再尝尝看这个甜味 来 蓝色的甜味 苦味 你不想尝了是吧 硬要选的话 苦味还可以 哈哈哈哈 还有个辣子 我看你能做什么腰 看起来是那种淡淡的粉色 感觉不是特别的辣 嗯 骗人的玩意 哎呦 真的不行 红宝莱好好努力好不好 不要砸了自己的老招牌 好吗 这个一颗心了 下一个 嗯 鸿马尼 榴莲口味 冰淇淋 它整体的盒子看起来挺贵气的 它里面的袋子还挺有特色的 有什么大象啊 榴莲啊 跳舞的人啊 样子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味道是相当的丑 哈哈哈哈 我就希望它不是榴莲香腥的口感 来尝尝看 哦 冰镇榴莲肉 冰淇淋的部分 也是那种很有肉感的 软软糯糯的感觉 一咬 是不是会留下你的牙印 喜欢吃榴莲的宝贝可以尝尝 这个我可以给三个星 下一个 和露雪 清幽豆乳雪糕 你知道这款冰淇淋 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是什么 第一 它热量很低 一根的热量是500多钱胶 然后第二点 它高蛋白 还吃它 可以补充蛋白质呢 是不是觉得没有必要 一根是黑豆乳 嗯 这还是我之前吃到 那种很清新的豆乳的香气 没有那种很浓郁的奶油感 哇 黑豆乳里面加了芝麻糊 哎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豆乳冰淇淋 很适合那些 想吃口味清淡一点的宝贝 可以尝一尝看这个 那这个在我们这里面 一点没有特点 有特点啊 它没有葱花 它没有胡萝卜 它没有辣椒 胡萝卜 你忘记了吗 什么 它可以补充蛋白质 哈哈哈哈 这我觉得就是一个常规款冰淇淋 可以给三颗星 我觉得就是情侣之间嘛 一盒里面两根 不需要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的奇葩冰淇淋测评 就是这样2020年 真的挺不容易的 哈哈哈哈 连冰淇淋都这么努力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 不努力呢 这里面你最喜欢吃哪一块 我想吃这个东北老铁 哈哈哈哈 还有属于那种有创新用特别的那种 当然了 视频里面给他测评了一些 很奇葩的冰淇淋 你们生活当中 还是可以吃一点正常冰淇淋 哈哈哈哈 最后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常年最喜欢吃的几款 经典冰淇淋 炒螺丝我真的觉得很好吃 还有绿舌头 还有梦龙的经典口味 光明的冰砖也好吃 目前在想到的这几个就是那种 我跟阿爸说你帮我带个冰淇淋 他就会从这室里面挑一个给我 哈哈哈哈 全部踩雷的那种 不知道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是哪一款呢 欢迎在评论去告诉我们 今天视频就这样啦 爱你们哦 播